Dice在婚20年前就爱居俊叶 许多粉丝除了被浪漫到之外 两人的婚后生活也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不过10号微博热搜出现 居俊叶将被遣返回国的话题 引发众多网友讨论 有微博公众号就写下 Dice这次真的要被击哭了 居俊叶因无法提供他本人自韩国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将面临被遣返回国 甚至说这段跨国婚姻的确令人担忧 许多网友也跟风留言 说这就是网购老公的结果 眼看事情越演越烈 Dice也透过微博工作室 首度提到老公居俊叶 内容写下当初夫妻两人 单纯以为只要登记结婚 飞来台北就可以办理居留证 没留意到还要准备无犯罪记录证明 现在已经请居俊叶在韩国的家人代办 而居俊叶早在结婚之前 就谈妥了5月中要到纽约演出 所以当初先生申请了60天的入台签证 毕竟是早就规划好的行程 没有所谓遣返回国一事 最后也喊话请部分媒体自重 误以而传而 发文一出粉丝也在底下力挺 希望夫妻俩都能一直好好的啊